這個單選的二 題目說 a 大於 0, b 大於 0 OK 然後呢滿足這個結果 a 的 b 次方 等 b 的 a 次方 而且 b 等 9a 題目說 a 等 b 的 4 分之 1 次方 請問你 p 多少 這個題目其實你看後面這個結果 它最後結果是 a 等 b 的 4 分之 1 次方 所以我們現在是最後解決一下誰 解決一下 a 所以換句話說我看 b 用多少代 用 9a 代 所以這邊的 a 改成 a 的 這個 b 就改成 9a 次方 然後等於 b 改成 9a 的 a 次方 這樣子 會了 然後呢把它重新再做一個整理動作 好 第一件事情是這個把它拆開來變成了什麼 變成了 a 的 a 次方 學稠一點 a 的 a 次方的 9 次方 有看到嗎 可以吧 等一下 這樣會比較好嗎 好像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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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改一下好了 應該是 a 的 9 次方的 a 次方 會等於 9a 的 a 次方 然後因為兩夠 a 嘛 所以可以怎樣消掉嗎 因為次方是相同的齁 所以得到結果是 a 的 9 次方 等於 9a 對吧 沒錯吧 然後呢 因為 a 它告訴你大於 所以不會是 0 所以兩個同時把它消掉 所以變成了 a 的 8 次方 等於 9 9 好可以啦齁 OK 快講完囉 那請問你 a 點的是哪 所以 9 的 8 分之 1 次方 啊 9 的 8 分之 1 次方的話 你會等於 3 的 2 次方在 8 分之 1 次方 然後 所以等多少 3 的 4 分之 1 次方 所以對一下答案 p 就出來了 p 就是 3 好 這樣會不會 回來齁 自己去出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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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